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科幻片 星际迷航4,抢救未来 茫茫太空中,一个未知闻名的探测器正在寄近太阳系 舰长立刻向它发送友好信号,但探测器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且它发出的电波毁掉了沿路的一切 很快就到达了地球,探测器用能量数蒸发海洋 地球上空的云层覆盖范围达到80% 温度急剧下降,全世界都陷入了没有太阳和停电的恐慌 兴建联邦的总统立刻发布了一条行星求救信息 希望有人可以找出与之沟通的方式 否则所有人都将承受灭顶之灾 科幻立刻接入了探测器的信号 史博克提出,信号应该不是传给人类的 而是传给它对准的海洋中的其他生物 经过一番验证后他们发现 纯属信号是为了联系海洋中的驼贝精 但这个物种在21世纪就已经灭绝 探测器很有可能就是来探测 为什么它们失联了 如今拯救地球的唯一办法就是穿越到过去 找回灭绝的驼贝精 事不宜迟 科幻等人有惊无险地回到了20世纪的地球 一行人就这样穿着起装衣服踏上了冒险之旅 科幻和史博克来到了育有两只驼贝精的海洋馆 在史博克和驼贝精的深入交流后 他发现慈精已经怀孕 并且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非常关心他们的主管泰勒 泰勒告诉科幻 由于自今不足以继续供养驼贝精 精语明天中午就会被放回海洋 现在刚好是补精世界 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就是九死一生 科幻也坦诚了自己是23世纪末的人 他死刑的目的就是将两头驼贝精带回去繁衍 但是泰勒并不相信 第二天泰勒得知驼贝精被提前送走 立刻赶到公园寻找科幻 他撞上了在公园里隐形的飞船 并被科幻传送了上去 他这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失去医院 营救一个在执行任务中生命垂危的伙伴 20世纪的医生很可能会害死他 话不多说 一行人即刻前往医院进行救援 把小伙伴给偷出来了 传送回飞船后 他们立即启程前往鲸鱼放生的海域 同时有一艘捕鲸船已经瞄准了鲸鱼 幸好科科等人驾驶飞船 替鲸鱼挡住了这一插 成功将他们传送上了飞船 回到了23世纪地球的海上 鲸鱼回到了海底 发出了回应探测器的信号 探测器达到了联系驼贝精的目的后 便离开了太阳系 兴建联邦又恢复了全部动力 地球不再暗无天日 所有人都兴奋地高声欢呼 最后针对金曲号船员的众多指控 由于他们拯救了人类 全都从轻发落 只留下了一项科科违反上级命令的指控 他从星舰船长降级为队长 重新指挥一艘星舰 来到未来的泰勒也在星际联邦适应得很好 他将在科学号星舰上进行三百年的学习 科科和船员们则重新登上了星际联邦 为他们准备的新进取号 继续在太空中进行他们的冒险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国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内影 下期见啦 继续在太空中进行四十分钟